好 大家安静啊 我们要上课了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苹果笔记本电脑进水了 我们要怎么去维修 据说你们都进水了 是吧 也都想让我拍视频 但是这么多呢 怎么选呢 是吧 要么这样给你们一个机会 举手自告奉勇一下 好吧 来 我看看谁举手了 没有举手啊 不好意思啊 我忘记你们没有手了 那没办法了 那只能我来挑了 好吧 就你吧 不用看了 就你了 关注AO科技 获取这些案例 我是整整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 Micbook AR的维修案例 这个机子是A1466 可能说它在使用中 然后呢 杯子打翻 导致触摸板和键盘都进水了 当时呢 它是擦干了这个表面的水 但由于没有工具 就没办法拆开清理 然后呢 就不开机了 那目前呢是一个黑屏的状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上电 先看一下电流什么情况 你看它这个电流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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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你再来一遍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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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爬楼梯一样 那这个电流肯定是不正常的 因为像我们苹果的电脑呢 一上电 它基本上低一下就会破一安左右 一般都是八到九百这样的电流 那现在这个已经上不去了 所以我们要先拆机子 然后呢 看一下它哪些地方有腐蚀的地方 哇 表面还好啊 不是很严重 那么先把主板取出来 因为它从键盘进水 内部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水 先拆主板吧 好主板已经拆出来了 哇 这边很明显有一大块腐蚀的情况 我放显微镜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个烂的有点严重 这边一个管 系统启动的一个管子下面都 哇 这都秀上了 看到吗 这边 这小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烂 很多啊 很明显 然后这边也是 再看一下其他地方 这里有一些 这边还好啊 这里有一点点 灯控下面还不错哦 灯控这次是没有进到明显的水 其他的位置也都不错 可以啊 这边就这里了 这边看一下 这边也没有什么明显的 哦 这里有一点 一点点 好 那么接下来第一步呢 我们先清理主板啊 把那些所有腐蚀的地方呢 先给大家全部清理一下 清理的时候呢 你可以稍微用力一点刷 用力一点的话 像有一些 它腐蚀的底下根没有焊好 就是没有连接好的地方 烂掉的地方都会被刷掉 这样子呢 我们找问题呢 就更直观一些 如果没有掉的话 那是最好的 刷掉的话 这样我们又可以及时给它补上 是吧 免得到时候你轻轻刷 它可能有一点点挨着 到时候呢 到时候呢有返修 这里要抠一下 确实有点烂脚 把它抠亮 它只连的这么一点点了 一点小根啊 马上就要断的感觉 先把这里补焊一下 放点焊油 烙铁啊 上点细 多一点 那这样就很大多了 然后看看其他地方 这里有点烂脚了 看到吗 很明显啊 下面已经断开了 这里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芯片拿下来 修电脑的话呢 吹风枪的这个要求啊 没有手机那么严格 因为手机它这个主板比较小 所有的芯片 都挨在一起 而且都带胶比较多 像电脑呢 就比较分散 基本上伤到边上的这个概率比较低了 但是吹电脑的这个时间呢 会比手机长很多 因为它主板比较大 散热比较快 好 我看到这下面已经烂掉了 这个芯片肯定坏了 这个小管子 看到吗 很明显吧 都穿掉了 看到 这个我们需要换一个了 先处理一下焊盘 下面已经没有根了 根断掉了 我们补一个线吧 OK 你看这个电脑一刷就掉了 像这条线路上还有很多大的电脑的 走到这边到背面 这种小电脑掉一个步步也没有关系 之前的视频里面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好 然后拿根铜丝 给一个铜丝也上点锡 好焊一点 那么一根线其实也可以的 你就这样 但是就并不是特别牢 如果你感觉它不牢的话 你可以把它卷过来焊两层 我再卷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焊紧 卷一下可能会掉 没事先卷上吧 两根线的话 它接触面会大一些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就跟一个点一样 是吧 这也不要太长 不然它碰到那边 扯的有点用力 它扯掉了 好 焊一下 OK 把这边尽可能也焊上去 这样它会更牢一些 因为这边刚才没有上锡 所以先上下锡 用镊子吧 它这个距离太短了 手按着肯定会烫 这样就很结实了 把多油的线切掉 然后上绿油盖一下 这个添辣水一定要吸干 不干的话 这个绿油它盖不住的 这样就很干了 很干燥 不要太多 太多了会太高了 好 可以了 然后用这个植外线灯把它烤干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拿个料拆个键过来 好 好 我们先把锡可以加高一点 要不然它焊接的肯定不是很好 这边还好 再加一点 顺便放点焊油 这样就很润了 这样就很润了 开始 好 再隔下位 可以 可以 清一下干净 我们试一下 上下电 好 我们上电试一下 我看一下电流表 上 压 卡在200多了 不行 可能它边上还有电压没起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还是从刚才那个地方 因为这种电压一般都是这块区域的 看有没有小键松 这种一般都是小键的问题 刚才我们刷的也蛮重的 没刷掉什么东西 我们来推一推 可以 这个还可以 这也可以 这边 都挺好的 诶 诶 看到没有 细节 看到没有 这边 这个电阻已经烂掉了 下面已经浮烂了 我们先给它清了 然后给它换一颗电阻上去 再试一下 很多人都有问我 说 有的时候进了水 为什么不重新焊 不補焊一下 什么叫加焊 这样问我 其实这个不能叫加焊 特别是芯片下面 这种电容电阻还好一点 芯片下面如果说你是去加焊 我们先讲一下加焊的定义 就是直接用风枪 给它吹一下热 然后这样叫加焊 这样是不行的 摔的虚焊是可以的 这种进水的不能这样加焊 因为进水的话 它下面有腐蚀的东西 很多烂的东西 你必须得拆下来 然后把下面脏的东西给清理干净 如果芯片没有坏 我们再重装 如果坏了我们更换 要这样子不能叫加焊 如果说这下面 比如说有很多烂的东西 在芯片底下是吧 你就给它直接吹一下 那不行的 这样吹完以后 它不仅不能起到加焊的作用 反而会把这些脏的东西 跟其他更多连在一起 导致更多的问题 氧化了太严重了 你要用刀片把它刮亮 才能上锡 不然不好上锡了 有了 好 这样就可以上锡了 让我们料板再拆一个过来 像这些小件 你不知道它们的组个大小 你最好是从原板上拆 如果没有原板的话 你也可以看原理图 它上面会有标注的 它上面会有标注的 OK 好 这边补上去就可以了 好了 清一下干净 好 我们再上去吃一下 起 OK了 上来了 现在可是电流已经开机了 我们装到它总层里面 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功能不正常 这三点设计 诶 诶 苹果来了 看能不能进系统 好 给了 看一下一些基本的功能吧 好 给了 进个B站 搜索 搜索 艾奥科技 好 我们随便点击视频看一下 好 OK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来说 我可以带你去看 我来看 我来看 我来看